我感觉自己运气一直都很不错 然后我做事情特别的认真 有一定的坚持 而且我骨子里有一点的那种傲气在 我需要去努力 去奋斗 凭借自己的难力 去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常伟业 22岁 三信任 宏庆游业大学 宜同学院 信息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常文燕 今年22岁 来自三西 现就读于重庆游电大学 宜同学院 信息管理信息系统专业 本科 大学期间成绩优异 成连续三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今天很高兴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求职的意向 一是客户服务或助理类工作 第二是管理培训生 谢谢大家 你好文燕 张老师你好 辛苦了 不客气 文燕是应届 对 今年六月份毕业 今年六月份毕业 学的这个专业叫信息管理 对 信息管理信息系统 然后又参与了很多学生工作 而且是班长 刚才你说 上来之后就说 来了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 管理培训生 管理培训生就是 特别茫然 特别茫然的人 对 给自己说的那么个职位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意向 什么意向 就是客户服务 客服 对 客服 你理解的客户服务是什么 其实我对自己 有一些一定的规划吧 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从客服开始做的话 我可以先做信息调查员 因为我也是学信管的 然后我从客户服务开始先做 然后最后做客户关系 然后再做大客户服务 最后争取做客户总监 我觉得 首先我对这个思考是基于我自己的性格吧 明白 因为我觉得主动热情 然后我比较有耐心 工作地点呢 工作地点我没有太多的要求 无所谓 对 好的 来各位提问 有个问题 我看你简单写到 之前你在游泳馆担任过前台 对 这一个月时间你觉得 你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学到最多的 首先第一个是工作的一种态度吧 要认真进职 第二个是微笑服务 做前台必须要一个很好的态度吧 就是要微笑的去迎接客人 这游泳馆前台面临的主要是消费者 还是说你的同事 没有 其实这个游泳馆 它是不对外的 它是一个 其实它的游泳馆是不赚钱 对 它不赚钱 它只是 它有游泳馆 体育馆 都是不赚钱的 员工福利 对 然后还有就是接待的一些 就是领导 就是大多数是领导 其实他们来了 基本上都不花钱 全都是挂照 就紧张 你别把秘密收起来 很危险 你说你真是 这姑娘怎么那么会聊天呢 特别单纯 别着急 还有什么 你还掌握了领导什么秘密啊 还有很多运动员 还有很多运动员 张一宁他们 因为他那个企业赞助了360拼销联赛 张一宁都去那游泳 对 我见过他 而且还聊了几句 像张一宁啊 张一宁也挂账嘛 对 他们都是挂账 咱们别聊那个挂账的事了 说明他很实诚 他很实诚 就是主要接待的 不是陈欧理解的所谓的客户 不是不是 是职工啊 领导啊 包括一些重要的客人 对不对 那其实这对前台的要求还蛮高的 对 小刚 小刚 你是问什么这个问题吗 因为如果只是个普通的游泳馆的前台 可能这个简里未必能加分 但如果是面对大客户的前台 今天应该是会加分的 所以他的答案非常好 好好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客服工作是经常受委屈的 我们行业里面有一个说法是 客人 反你千百遍 你带客人如初恋 他要很有耐心的 你以前有没有受过委屈 然后工作还能完成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 在学生工作当中的话 其实我从大一一开始还是觉得受了挺多委屈的 有时候觉得他们所想的所说的不是我自个儿心里边想的 但是我觉得我有面对我有去面对问题去迎来而解决的这种态度 我不是说我去回避他 这姑娘对互联网行也基本上没有了解 所以今天互联网专场来讲他可能说是来错了 但是因为他这样一个撒娇的娇滴滴的引人疼爱的这个声音跟形象来讲 今天大多数男老板这个角度来讲呢 他又来对了 你的求职意向里面还有行政和助理 我认为你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方面就是说 你有没有耐心对同事之间就行政类的工作吗 有没有那么这样的细心 这样咱们就变成让他回答一下说 他理解的助理的感慨职责是什么吧 好吧 我觉得助理吧应该是我上面有我的领导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上传下达 另外一些就是对资料的一些整理 日常行政的一些安排 或者是 我确实 姑且想不来多少 我确实看到你 您真是太纯良 所以呢就是纯良之后吧 他有一个问题 让你问问题吧 都不知道问题是什么问题 来来来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完全没经验 完全没经验 应届本科毕业生 完全没经验 愿意做基层的助理啊 或者是行政的工作 选择 居然没人离开 天生我有 来听听说老师 什么建议 当然是哈 其实在文艳身上有一个特质 不晓得刚刚老板们有没有听到 他的表面讲话特别像小萝莉 特别可爱 但他内心非常有数 他已经做好了自己的职业规划 例如他是学信息管理的是吗 那你有说我如果做客服的话 第一年怎么做第二年怎么做到几年成为这个部门的总监 我觉得他已经有了这份目标跟职业的基本上规划 做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他有做功课 这一点是绝对值得肯定的 好 谢谢杜老师 来杜老师 我觉得在这个自我认知和思考 包括表达的条理都非常清楚 也很单纯可爱哈 但确实你最缺的是阅历 但这不能算一个缺点 因为在你这个年龄和这个阶段 算是局限 算是局限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等一下再选择岗位 其实岗位对你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你要的岗位每个企业里面都有 都能给 选择一个相对成熟一点 不是说正在快速发展 很多东西还没有成定制 已经比较有一定知识 规章这样的企业 有好的人来带你 这个很重要 好的 谢谢 谢谢杜老师 来来来 谢谢周老师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 我大学学的也是信息管理信息系统 其实这是一个偏软件和开发的 而且你还过了计算机等级二级 但我看你所有的应聘 职位 未来的 对计算机开发就一个字不提了 你是对你这个专业完全不热爱吗 所有的这些跟数据库相关的这些东西 我并不是真正的去热爱它 我不想去做跟技术特别相关的那种活 我不喜欢 但是你知道吗 你其实有了很多没有学这个专业人的一个技术背景 然后呢 你如果把这些技术背景都抛掉 重新去做这种销售或者sales关系是没关系的 但你在大学的四年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有点浪费 就优势就丢了吗 其实你做客服还有一种办法是结合不是做那种高就叫大客户客服 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用户 你去做这种 就使用我们产品这种客服 然后你通过对用户的了解 慢慢的知道产品和用户之间的关系 再加上自己有技术背景实际上是可以向产品经理这个角色去发展的 我这边还真有一个岗位是你做客服也得用上你的专业的信息管理 对 信息系统 我们那个信息审核部就是需要第一它是个跟客户接触的部门 第二个就是说你需要在跟客户接触的过程里面 把这个我们一些这个虚假非法的信息识别出来 然后提交给我们产品经理 然后让他把它做到规则里面去 让我爸同城让用户看到都是合法的信息好的信息 这样的工作有兴趣吗 可以 但是这样的工作就开始像你刚才说的有些偏技术咯 我刚才感觉这个岗位不适合你 对 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 双宇宙的特点 你适合去执行当点的任务 不适合去做系统的任务 我建议你还是做前台和行政 但是那个 你看他学习系统的 就是介习出身的人 跟着张伟一问题问 就是说前台原来你做前台做也挺不错的 像我们公司很多前台 从前台做起后面去了像总裁办啊 或许市场部也有 还有去产品部都行 因为做前台做很积极的话 可以让很多看到你的优点 看到你的细心 我觉得当他做前台完全就耽误他的专件 我觉得文言这样 因为你自己这个性格非常阳光 你要爱护呵护自己这种阳光的性格 千万不要去五八都能做那种什么投诉啊 什么骗子那个事情的模型 你今天做这些骗子怎么对你这个阳光的性格 是一种很大的亏惨 亏惨千万不要去 百合给你提供一个类似于产品助理 就他其实是内部客服 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经理啊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文档需要处理啊 有些信息需要进行处理啊 这是一份很阳光的工作 所有的客服工作 没有客服打电话来要表扬你 你们服务太好了 我说了以后特别好 所有的客服只要是做客服 一般都是不满意的 对啊 客服也不要做 五八的也不要做 到百合做产品助理 做产品助理不是不行啊 只是说他自己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了 特别 希望从这个客服开始做 特别 其实住着就绕路了 另外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啊 因为我不同意 说客服是没有成就感的 客服性已省得 客服其实也有成就感 你把一个客服服好的事 就会成就感 好非常好特别有成就感 我觉得这个老板特别不尊重他自己的意义 对啊 所以他已经想好了做客服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 另外一个地方去呢 那个谁客编 而且现在你说的太多了 好吧 咱们这样 人家找工作 别一帮 你们这帮叔叔大爷干嘛呢 在追我们屁股后面 再抢呢 再抢呢 烦死人了 你们在这嘚嘚嘚嘚嘚 第二位 刘贵子 再见 谢谢谢谢 各位为了他的清晰 一句话职位 一句话职责 啊 这样会非常清楚 来 驴妈妈旅行网 我提供的是 驴妈妈旅游网的客服专员 然后慢慢呢 会培训你成为我们的客服这方面的经理 好 逐渐达到你的目标 最好能成为客服总监 来55BBS小西 55呢是每个女孩都喜欢上的网站 然后基本上因为 就所有的女孩爱美丽爱分享的这样一平台 然后我给你的职位是销售助理 销售助理 对 然后主要的工作是给客户做排期 广告的排期等等 可别 列宾你好 列宾为您提供的就是客服工作 就是客服专员 这个部门这个角色呢 会经常跟产品部有很好的互动 因为客户会在反 用户在反应这个产品使用的问题的时候 会告诉给产品部门去改进 好 来 搬家创投 我建议你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做行政工作 行动专员 行政专员 具名物品 给人只有很简单 就是前台 那我需要两个月之后你会到一下部门 好的 具名物品 前台 来 金山网络 我还是不希望你浪费你在就是在专业上积累的这几年 我们今天能提供的职位就是猎豹浏览器的运营客服 凤华网 那凤华网我觉得目前最适合你的工作是我们的广告部的客户服与管理 来 58同城 这个我给你提供的岗位也是跟你的专业最匹配的 因为58就是一个信息管理的发布管理的网站 两个职位 一个是信息管理专员 一个是客服专员 你可以两个岗位能广一下 来美团 惠文 我不会扭曲你的意愿 非要让你做产品经理 我尊重你的意愿 所以我们给你提供的工作岗位呢就是客服专业员 百合网 就是我们的产品部有一个用户分析员这样一个职位 来 许家园 许位 你喜欢跟人打交道 同时你又具备跟人打交道的优势 你很讨喜 所以呢我提供给你的职位是市场营销部的部门的助理 明白了啊 认真思考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九盏灯 灭掉 好吗 好 来出发 谢谢你 再见陈欧 谢谢 谢谢张总 再见 小薇 谢谢你 谢谢你 陈欧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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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再见李啊 谢谢 再见 再见 慧文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慧文 谢谢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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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做和自己本身也有一点相关的 特别谢谢你 你很漂亮 最后剩下来的两家 是外形丑陋 话非常多 网页粗糙难看的两家 为什么 他知道 因为我们是有用的网站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不要小看求职者 对 谈前不少感情 杜老师是不是 这个选择真加分了 他其实灭掉第一盏灯的时候 我就跟赵老师讲 我说对了 我说明这孩子非常 其实心里很有数 他第一个是灭掉的 陈翁 陈翁 好 来来来 什么道理 谈前啊 这是戴总 戴总 戴总 客服专员进去的话 应该是两千五起星 这个在适用期结束之后 会根据你的个人的表现情况 会到三千 然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就是绩效 KPI考核 就根据你的这个服务的质量等等 会每个月会有一个数据考核 多少钱几千 多少钱几千 两千五啊 客服啊 少刚你知道吗 我这用户分析员几千 五千啊 五千五 两千五只是他底星啊 那一般能拿多少 一般都是说三到四千了 就是他有KPI 什么叫KPI考核 就是根据他每天工作的这些内容 我们是有数据化管理平台 这样 比如说 我觉得 柯冰 柯冰我打断你一下 我觉得柯冰说到四千的话 有点高了 因为的确客服体系啊 有一个普遍认同 姑娘 这就是你的问题 因为当时大家说 我如果记得你的专业 去选择产品 助理类的工作 的确就是四千起 年少五千不高 但你跨了 你丢掉你的专业了 因为人家客服部 要求的不是通信工程专业 毕业的学生 文密 大专毕业 中专毕业 可以 这样的话导致了 你的优势不能发挥在这个岗位上 刘卫普说的这个是对的 对 刘卫普说的这个是对的 确实是这样 好好 来来来来 来 姚总您好 您这边的新资是 起薪三千 然后有嫉妒的绩效 和年底的伤心 而且我 你进来的话 你学这个专业 你经过我们的培训 你上手会非常的快 现在到了你进行思考 和选择的时候了 你的选择是列帖网 还是五八同城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姚总 谢谢 自己作为一个应接病生 其实并不能够为企业创造多少价值 我觉得薪水不是自己的首选吧 首先还是挺高兴的 本科念了四年 而且一直在拿着一等奖 少刚我跟你真这么说 这姑娘很优秀 可以挣四千 但是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女孩子 我为什么会灭掉灯 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她没想好自己要什么 行行行行 你有理 你有理 她是想好了自己要什么 但是她不知道 你有理 如果真想好了 我就不应该在那一刻犹豫 选择快乐